聽不聽到嗎? 陳主席 我問的問題有意義的 不是你做咪吧 咪吧 咪吧 罵人啊 聽不聽到啊? 范各位議員 剛才你問的問題 我已經給你了時間 還要問到你有沒有問題 你自己說沒有問題才停的 對你盡量遷就 結果就是你發瘋 瘋到時被人亂說話 我不會容忍你這樣 第二天我就麻煩你一早就提問 外委會主席陳健波 我根據議事規則 要求你作為主席 剛才你的發言裡面 形容 我或者其他議員 或者某一位議員是發瘋 請你澄清 你這個這樣的用詞 是不是冒犯議員 是否會收回 如何理定是發瘋 發瘋的定義是什麼 你行職務發問的 是不是就是發瘋 阻止你主持會議 結束會議的 是不是發瘋 如果你聽回你自己當才 對主席的攻擊 的人身攻擊呢 我覺得發瘋是一個適當的用詞 其實當然要知道 你一定會選擇 你一定會選擇 雖然可以選擇 你們很喜歡